這場比賽可說是全世界都覺得閃電狼不可能贏SKT 就連選手本身也抱著享受比賽的心情上場 前期到了9分鐘 雙方才起了衝突 閃電狼雖然先拿下首殺 但又被SKT拿回一個人頭 之後雙方也陸續有衝突 閃電狼甚至拿了一個塔殺 Maple一套把Faker打殘 雖然被Faker撤回塔下 Maple被趕來的奈德利擊殺 但NL一個精準大絕 依然收下了Faker的人頭 隨後NL又在下路擊殺露西恩 不過也被趕來的特朗德收掉 這時閃電狼擁有兩條小龍的優勢 18分鐘閃電狼從雙方包夾 四鳥區再次成功擊殺Faker 26分鐘閃電狼拿下了SKT中外塔 閃電狼隨即逼近SKT野區 並嘗試鞏固巴龍區視野 但SKT在經濟上依舊緊要不放 而下一波碰撞是在30分左右的中路河邊 閃電狼抓到機會後 從後方傳送 在團戰中擊殺SKTWOV 並拿下第四條小龍 36分鐘 五龍重生 Maple從後方的傳送逼推了SKT 讓Karsa成功拿下五龍吧 前面是一個二打四啊 這邊雷茲選擇往後拉之後開大刷的四隻豬 然後閃電狼拿下的這條小龍 是五條龍啊 頂著五龍的閃電狼隨即在巴龍區B站 在成功擊殺特朗德後拿下巴龍 此時拉出約6K的經濟流先 閃電狼隨後進攻上中兩路 把高地外的六塔全拆光 但SKT在42分鐘單抓咪咪蛋 拖還閃電狼的攻勢 次三分鐘第六條龍重生 雙方再次與龍區會戰 這次閃電狼依舊成功打下 還帶走了奈德利 夾著五龍BUFF 踏上了SKT高地 並拿下中路上路兵營 握有這場比賽優勢的閃電狼 45分鐘時在下路B站 雖然點下了高地塔 但閃電狼的狀態不太好 只能撤退 然而隨後閃電狼直接開啟巴龍 並順利拿下 SKT來不及阻止 加上咪咪蛋利用傳送偷拆 點掉了一座門牙塔 SKT別無選擇 只能回家防守 現在要看看SKT有誰可以回家 最後在48分鐘 閃電狼再度踏上SKT高地 閃電狼發揮自身實力 抵抗王者 在連鎖五龍BUFF 的情況下 成功壓制了SKT 將士用命的閃電狼 就一路壓制SKT直到比賽獲勝 下了最大比賽 這邊是成功地打敗了我們所說這個不敗省化的SKT 這個我願意